哈喽大家早上好 又是新的一天 我已经收拾好了 我今天就是早上起来 然后头不怎么疼了 然后现在又是生龙活虎了 昨天主要就是在洋湖和卡鲁拉冰川 今天就要登珠峰了 所以今天和明天都是高海拔地区 现在已经8点钟了 我现在下去吃早餐了 然后吃完早餐咱们就出发了 我们现在吃个早餐 那些馒头鲜菜还有鸡蛋 这还有网粥 还有种 上去 好大的雪啊 堵车啦堵车啦堵车啦 开雪了 你又碰到他们了 中国最美的景光大道 开饭咯 我已经进入了中午南马峰国家自然保护区 激动了 现在有点高烦了 过安检 检查地方证 中沐南马峰北大门 这个中沐南马峰的门票 高160 加五拉山到了 西兰中山小五座8000米的雪人 汽头延起啊 好爱的风啊 加五拉山口海拔5198米 哦 我的帽子 我的帽子 我来了 中沐南马峰死了一步 南极北极第三极中沐南马峰 昨天高烦难受的要死了 今天海拔这么高 我居然一年车都没有 还特别新鲜啊 这次是树峰的108拐了 这是我的大衣 去换乘树峰的车了 现在这个车是开不上去了 树峰景区环导车换乘树峰 还可以上车嘛 这个是观光车的票 120 今天马上入了帐篷 我来看一下 啊 大团柱全卫房 是不是标间 现在是8点钟 我们去看 落了 我坐着大衣 穿上 排队 排照打卡 这就是树峰 排吧 最高的树峰 珠穆南马峰 哦 我们现在排队打卡 看到了求婚呢 请一个 哈哈 哈哈哈哈 快出来了日照金山 8点40分的 猪木南马峰的日照金山 还有一点脚了 马上就没了 现在是晚上的9点多钟 如果不入大本营的话 可以排队 然后坐这个车回去了 这个就是珠峰大本营的厕所 不是这个漏天的就好 这是晚上的珠峰大本营 这边还可以吃火锅呢 80块钱一个人 今天晚上带你们开 邦斯介绍最高海拔的地 好 邦哥海拔最高的地 快来快来 跳到高反了已经 现在已经11点多钟了 这个蹦迪还没完呢 我已经冷死了 手机也没电了 我也先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